第十个单元 这个就是我们的哪个 这个第几个单元 第十个单元吧 单元10的部分 这边 如何批示转PDF OK,转PDF实际上 就是我刚刚跟各位讲的 其实最关键的地方 我里面也是用了一个DIR 因为我也不知道里面到底有多大的档 所以待会也许可以试试看 假如说我们刚刚把那13个班级的档案放进去了 那我希望怎么样 他们一键全部变成PDF档 那其实档案就在这边 不过这里面的话 我还是用到什么 Fire Dialog的这个做法 那请各位先试一下 这段目录是否存在 OK 如果没有就新增 就这样 这个还蛮好用的 因为以后很多地方都可以拿来用 复制贴上 马上就有这个功能 不然的话你可能要找半天 那我把那个刚刚讲的那个 就是批示转档 成那个什么的PDF demo一下 因为可能没有太多时间 如果有兴趣同学自己玩玩看 这个还蛮好用的 主要是说我希望怎么样 来源就是一个Excel档 所以我告诉他说 我的资料夹放VBA这个目录里面 那我要转到哪里去呢 转到VBA目录里面 我自己新增一个PDF好了 当然以后你可以贴心一点 自动帮他键 一个PDF目录啦 不过这个我想你自己去变化 好 然后按个确定就可以 那其实这两个按钮怎么做出来 其实这两个按钮 其实程式就只有两行 Fire Dialog 刚刚那个那两行而已 他只是把什么呢 把最后的东西 本来是传给一个变数 有没有 现在是传给什么 传给那个Range B2 跟Range B3 有没有 所以刚刚那两行啊 就真的只有那两行而已哦 还好不好用 非常好用 以后的话 人家要取得目录取得档案 都可以用这两行 就可以搞定了 也不用一个变数了 反正就放在储存格里面不就好了 那我将来要转档的话 那我就直接怎么样 拿这两个目录里 这个路径里面的东西帮我转 那我按一下之后的话 这个时候呢 背后他就开始转了 那他里面呢就是怎么样 其实也是利用里面的转档 就是我本来也不知道怎么转 但是后来我跟他录制聚集一下 录制聚集 不是有一个另存层PDF吗 那我就录制聚集 我就是啊原来是那一行程式 那我就把我需要那一行程式 加到我的回圈里面 就搞定了 那最后做完的话 实际上就是啊 在这边有个PDF 里面的话打开来 就是一个一个PDF 如果将来呢 你将来有没有一堆的东西啊 你要出出爆表 也许太浪费纸张了 你也许可以用PDF 你要怎么转就怎么转 非常的简单 以后的话 多少page就一下子 马上可以输出 要多少个就有多少个 ok 那这边的话呢 基本上呢 有哪些比较重要 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基本上这些程式 如果你刚刚的东西 都有乱过的话 你应该就不 应该不会陌生啊 这screen updating 我想各位不陌生啊 然后另外的话呢 from to 从哪里到哪里 只是一个路径名称 那最后的话呢 我用dir 先怎么样 找找看这个路径里面 有没有 有没有什么 excel档 有的话呢 先抓第一个出来 那一样用do if 如果不等于空的 意思就是说 一直找 也有找到档案 做什么事呢 帮我先用 那个workbook 先开启 就是开启哪个档呢 开启我现在找到 这个档 然后做什么呢 里面我是用录制聚集 找到有一个叫什么 export as fixed type 然后面的话 他就会多出这些讯息 就是他是type 冒号等于xl 什么什么pdf 那这个后面 这个是我改的 改他的那个路径名称 到哪一个路径 那不过这里的话 我写了一个是什么 因为他输出的时候 会多点pdf 那点pdf 那四个字我要删掉的话 我就写了这个 先判断他的总长度 扣掉5 我后来就是用那个 算他总共的字数 然后去掉他后面的那个pdf的字 因为为什么扣掉5 因为 后面是 点xlsx xlx不是四个字 再加一个点 所以扣掉五个字 那这样的话可以删掉那个 点pdf 我想你可以 这个本来直接输出的档名 假如说我不这样做的话 假如是这样 我记得好像一个什么路径 加一个这个 这个斜线 这个斜线 我不知道反应 会多出点pdf的档名 就类似像 什么呢 输出的时候 就会变成说 他的点pdf 这边会多增加一个什么 点xlsx 就是点xlsx 再一个点 这样子 所以会多四个字出来 因为你输出的话 他当然还包含他的档名跟负档名 所以我就用这个方法 把这个档名跟负档名把它分开来 然后不过 至于细节 你可以自己再追一下 因为这个是我自己想出来的方法 用切左边 去抓 左边加右边串在一起 中间的就不见了 如果你还有更好的方法 你也可以试试看 最后做出来 就是我们要的结果 这个地方提供给各位参考 我是把那个程式放在哪里 放在 第十个单元的部分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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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